球四杯賽程進入倒數階段 不過戰況依舊激烈 尤西亞霸主伊朗 交手俄羅斯的兩強相鬥 伊朗來勢洶洶 卡姆拉尼無視防守者包夾 勇闖進去上籃得手 還要到犯規完成三分打 個人第一節包辦全場最高的八分 幫助伊朗打出十五比三的開局 不過俄羅斯的反撲來得很快 靠著肺底游行這顆三分球在內 回進七比零攻勢縮小差距 兩邊平均身高將近兩百公分 人高馬大肢體碰撞相當劇烈 不過哈達迪不論經驗 還是身高都佔得上風 藍底下的單打轉身上籃不進沒關係 自己抓籃板自己再補進 半場打完三十五比二十七 伊朗持續保有領先優勢 到了下半場西亞霸主繼續狂轟猛炸 卡姆拉尼聯手哈達迪持續肆虐進區 等到阿法赫這顆底線三分蛋得手後 伊朗的領先已經來到二十五分 戰鬥民族除了籃板抓不到 就連拿手的外線也荒腔走板 也讓比賽就此定調 第四節成了垃圾時間 中場伊朗七十八比五十四 輕取俄羅斯 至於另一場美國和菲律賓的交手 美國隊靠著Breadful跳投得手 開截取得些微領先 不過菲律賓馬上開啟追分模式 Gary Devin外線出手三分入網 幫助球隊帶著三分優勢進入第二節 而且他們還要繼續狂轟猛炸 銀頭在底線轟三分帶還只是前菜 因為說到不要三分 怎麼燒得了 Handy Velos 壺頂出手沒問題 再加上Approva進區接獲隊友傳球後的 跑投得手 半場打完 菲律賓已經取得四十比三十的 雙位數領先 一籃再戰後 菲律賓射手仍舊不手軟 Handy Velos繼續轟 讓現場菲律賓球迷嗨翻天 看到大家如此熱情 Tadova跟著送上飛聲爆扣的show time 讓新中體育館延然成為菲律賓主場 不過誰說雙位數落後不能起死回生 韌性十足的美國隊在決勝節靠著Breadful跳出來 第一線回擊一顆三分冷箭掀起七比零猛攻 加上Chanderer也來幫忙 湖頂攻炸籃框 幫助美國一度追到只剩三分差距 眼看美國大兵步步進逼 菲律賓Tados強著當關鍵先生 獨秒階段連續量計中距離得手 幫助菲律賓穩定軍心 既然和勝利無緣 美國只好送上精彩好球搶風采 最後比數七十八比七十四 菲律賓帶走勝利 國安體育新聞綜合報導